新文 臺灣的眼睛 馬路邊炸出一個大洞 竄出仙紅火蛇 烏克蘭第二大城 哈爾科夫一天被轟四十七次 俄羅斯正在烏東頓巴斯重新整軍 可能發動新一波攻勢 南部大城馬里烏波爾同樣炮火連天 民眾自拍爆炸當下的慌亂 到外面一看發現街警已經面目全非 包括馬里烏波爾在內 俄軍同意開放四條人道走廊 通往札波羅勒 烏克蘭政府派出幾十輛巴士 去協助撤離 卻又在俄軍檢查上被攔下 首都基辅危機也尚未解除 剛被烏軍收復的伊爾萍小鎮 CNN採訪團隊一路上不斷聽到炮聲隆隆 頓巴斯以外 俄軍公式目標聚焦北邊基辅 切爾尼哥夫以及西北方重鎮 伊九姆 俄軍推進後繼無力 又不願停損撤軍 烏克蘭老百姓短期內難逃無情戰火 俄羅斯的承諾真的是一再的在跳飄 不只持續的狂轟濫炸 最新普令還下定什麼呢 普丁要下令徵召134500名的新兵入伍 雖然普丁聲稱說 這個只是他們俄羅斯例行的事情 並不是要派去打仗的 可是誰要相信啊 普丁說什麼要開放人道走廊 結果我們剛才看到新聞看到的是 人家要撤離 俄羅斯的士兵又攔下了 30幾輛的撤離巴士 這裡面很有可能有很多小孩 可能很多老弱婦孺 我先請教一下乃宇 乃宇是雙寶嗎 有兩個小朋友 看到這些小朋友或是這些老弱婦孺 在戰火中受到摧殘 乃宇應該更有感觸 沒有錯 其實在今天也就是4月1號這一天 在國際的要求下 現在俄國要在四大城市開啟 4條人道走廊 但是說到這個所謂的人道走廊 我們要回顧到這個托斯提也納 記得托斯提也納嗎 托斯提也納是當時烏厄邊境第一個 被俄軍攻佔被俄軍佔領的城市 那個時候也開了一條人道走廊 結果俄軍就狂轟濫炸這個人道走廊 死了超多人的 現在又要開這四大城市的人道走廊 是不是又要鎖定到這邊呢 到底是這個人道走廊是要拿來人道用的 還是來攻擊殺人用的呢 對 會不會是陷阱 對 會不會是陷阱 再加上這四條人道走廊通去哪裡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四條人道走廊通往白俄羅斯 跟俄羅斯是洋入虎口嗎 誰敢去啊 誰敢去 這個人道走廊 我自己的感覺是覺得有一點點是 貓哭耗子假慈悲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在這個威權體制之下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 在這種威權體制之下 事實上他們只在乎的是什麼 他們只要的那個目標 至於人民的死活他有在乎嗎 根本就沒有在乎 再回到這一次的烏鱷戰之後 最新的情形是什麼 最新的情形是說 既然烏克蘭竟然也抓到了有內鬼 可是事實上我們真的可以作為 我們台灣的接近 因為其實我們台灣 其實有人說有網友這麼說 說台灣已經變成了共諜的天堂 你們有聽過嗎 共諜的天堂也太誇張了 這個起點是從哪裡呢 就是從2008年馬英九政府執政開始 2008年到2016年 我們有個國安局的統計 國安單位預估 中共在台大約有5000名的間諜 而且從2008年到2016年 馬英九執政時間 一共有42件的共諜案 這個42件是比前幾年 都還是兩到三倍這麼多 而且在這樣的潛移默化之下 這已經不是什麼洗腦大外宣 或是什麼滲透 這已經是有計畫的滲透 甚至造成大家敵我不分的情況 都變成好像理所當然 比方說我們有退伍的將軍 他可以直接到中國 在習近平台下聽訊 然後這樣子的人 還可以當我們的代議士 當我們的名義代表 當我們的立委 我希望大家想一想 我們真的想要這樣的人 來當我們的代議士 當我們的名義代表 我們台灣是沒有人才了嗎 那我們真的需要像這樣子的人 來當我們的名義代表嗎 我剛才其實乃魚 講到了一些叛變 或是間諜的事情 這邊我也想請教一下紅鹿委員 因為今天最新消息 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 抓了兩個內鬼 不過同樣我們來看到俄羅斯軍隊 現在感覺也有倒戈的趨勢 來看看下面這一張圖 這個是俄羅斯的翔兵 俄羅斯投降的兵隊 他們自己組了一個 自由俄羅斯的軍團 說要加入烏克蘭的陣營 一起來對抗普丁 你看看其實俄羅斯普丁 這一次其實就是師出無名 所以連自己的士兵 都不挺他們自己人 確實從整個大局來看 俄羅斯去攻打烏克蘭 確實是師出無名 那俄羅斯的士兵 可能有很多人會不知為 何而戰 而且最重要的是 看到前面有傷亡了 我幹嘛去打這個 我還不如自己破壞自己的武器 說我的裝甲車不能動了 讓別人去 我的這一台就留在這裡了 我們從一些報導上 就看到這些了 所以可以說整個俄羅斯的士兵 那個氣勢低迷 不想打仗 而且他的後勤補給什麼也跟不上 也吃不飽 然後也沒有彈藥 所以俄軍是這樣 那你說他軍紀換散或怎樣 我認為那都是因為大前提造成的後續 那剛剛講的兩個點 一個澤倫斯基說 他們有背叛他們烏克蘭人 我認為這個是一定是事實 為什麼呢 烏克蘭跟俄羅斯 這個以前就是同樣都是蘇聯的成員國 對不對 那最根究極是什麼 共產黨 他們就是共產黨 對不對 那你說他們的關係 難道都沒有大家互相認識嗎 這個烏克蘭也是從蘇聯 那時候獨立出來的 所以我相信又有同文同種的 這一個關係 所以我認為互相有內鬼 通來通去 我認為這是一定會有的 不可能百分之百 每個人都不會做這件事 我認為這個是有 所以澤倫斯基把他抓起來 我認為這個叛徒 這個被抓是好事 不然就是把情報都賣給他了 以前這個國民黨兵敗如山倒 就是你要怎麼打人家都知道了 對不對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如果說俄羅斯的降兵組 說要組這個叫做自由俄羅斯軍團 然後加入這個 這一個我比較持保留的態度 因為這個有認知作戰的 有什麼的 我跟你講我既然都投降了 我為什麼要投降 我就是要保護我自己的生命 我就是不想無謂的犧牲 打這種沒有意義的仗 對不對 那我如果跟你的烏克蘭的人 站在再去打俄羅斯 那邊也是他搞不好是他的朋友 也在這裡面 我覺得這個比較跟人性比較不一樣 我如果投降我就乖乖的 我就在這邊 你們就把我俘虜起來 或把我怎樣 不然你就讓我有吃穿就好了 我認為這個程度的比較多了 你說這個到底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我們可能必須要去了解之後 我們才能去看 那你說會不會有一兩個這種人 我認為可能有一兩個人也有可能 但不可能組成到一個軍團這麼多 我覺得這個要有持懷疑的態度 那你從整個俄烏的情勢來看的話 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俄羅斯因為久攻不下 而且這個補給線拉得太長了 俄羅斯雖然談判說要停火 但也沒有停 我個人的認為就是 他要轉戰其他的地方 戰 戰其他的地方 因為基辅不好攻 我就把你兵可能派一些 我圍著這邊我按兵不動 那我來我來先攻其他的 比較好攻的地方 尤其是烏克蘭的東部 他要把這個烏東的地區 如果能夠實質的控制下來 然後然後輔導 他們去這個公投 說他們要成立一個國家 這樣子如果真的成立了 另外一個國家 這時候普丁才有面子說 好 我戰爭打到這裡了 不然他有什麼台階可以下 我不認為他有台階可以下 他不只要對全世界有一個說法 他更要對他俄羅斯的人 有一個交代對不對 不然死傷了這麼多 所以我認為他們現在是 把部署往烏東走 然後全力來把烏東給拿下來 我認為這是最有可能的情況 所以你說這一場戰爭 還會不會再來 我認為未來的一個月 還是在這邊站 不可能這樣子就會停止了 俄羅斯的談判 是不是都只是談談而已呢 盛文怎麼看 真的俄羅斯開出來的支票 每一張都跳票 人到走廊也不給人家撤離 那說要減少攻擊 結果對一些烏克蘭大成 也是狂轟猛炸 不過我們看一下 現在英國的情報已經指出 他們發現烏克蘭 在烏克蘭裡面打仗的 俄軍士兵 已經出現一些驗戰的傾向了 他們自己都打不下去 甚至還出現什麼意外 打到自己俄軍的飛機 有這種離譜的行星發生 我覺得這就是軍心煥散 因為極權政府 他其實出兵是完全沒有一個正當性 從原本這個反北約擴張 一直到這個說什麼反納粹話 其實我們都可以聽得出來 他這就是在扯一些五四三的 但他的決心 就只有去攻打烏克蘭而已 也包括像是拜登總統 他也有這個透露出來說 普丁看起來像是在做自我孤立 他以疑似開除 或者是軟禁自己的手下或幕僚 其實這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之間的意見 產生出很大的分歧 有時候不管是做政治人物也好 或者是當老闆的 你跟自己的幕僚 你跟自己的特助助理 意見出現分歧的狀況之下的話 你就尊重嘛 你聽聽 但你可以不去理他 結果那個普丁 直接把他關起來 去做軟禁 所以這個可以算是一個 非常誇張的行為 可能因為前一陣子 俄羅斯他的經濟出現太大問題 甚至是金融股市腰斬的狀況之下 所以普丁他設立一個政策 就是說不能再做空了 他就擔心說他的股票 他的市值啊 包括他們整體的金融 會持續的往下跌 所以他說不能再做空 要來維護他們自己 國家的金融狀況 那其實普丁他做出這些事情 讓我們覺得說非常的欠缺正當性 當初俄羅斯呢 他去侵犯烏克蘭 其實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2014年有一個克里米亞事件 2014年烏克蘭他就已經把克里米亞 也拿走了 那烏克蘭呢 當時並沒有花很多的精力 在整備自己的軍事武力 包括坦克車等等 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 他叫做這個軍火之王 烏克蘭呢 當時他是這個國際上面 最大的一個黑式武器的供應商 他把自己國家的AK-47 也包括AK-47裡面的子彈 他去賣給國際上的黑式 所以他們自己國家裡面的軍事武器 可以說是非常的弱 很多裝備都不能用啊 這個軍 裡面的軍 軍士士兵也都打不了仗 最重要是他沒有辦法應付俄羅斯 他突如其來的攻擊 所以在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過後呢 烏克蘭他有一連串的軍事改革 也包括要買武器啊 飛彈啊 軍隊 整備自己的軍事武力等等的 他不像之前有這種姑息主意 有這種失敗主意 包括逃避式的作為 他避免這種狀況 所以他這一次遇到俄羅斯的進攻 他才沒有守戰 集中戰 沒有像當初克里米亞事件一樣 一下子就被人家收復 甚至到現在俄羅斯 他並沒有藏到天頭 那我們回歸看到台灣 其實極權政府 包括俄羅斯跟中國他真的很像 因為他出爾反爾 說話不算話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台灣小英政府總統 他軍事採購要買武器跟飛彈 卻被國民黨有一些有心人士 說這是在激怒 要惹怒中國 講出這種話其實我覺得非常不應該 那我們最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引烏克蘭之前的克里米亞事件 為前車之劍 我們要自我強化 別人幫助我們之前 有一句話叫做自助人助 沒有錯 真的要自助人助 剛才盛文也講到 現在看起來俄羅斯的軍隊 好像就是軍心煥散了 而且美方這邊得到的消息是說 普丁身邊已經沒人敢跟他說老是話 沒有人敢跟他報真的事情 不利於俄羅斯的話 不敢告訴普丁 這樣其實就是嚴重的影響 俄羅斯他們所做的決策的正確性 這個部分我們等一下回來 邀請美華繼續帶我們來了解